大思彩营27位学生到热炒店用餐引发白饭之乱 虽然热炒店老板宣布暂停营业来停止纷争 但相关效应持续发酵 台北是一间知名的日式料理店 老板日前在脸书发文表示 未来将禁止北科思彩营相关人员跟学生住内用餐 文章公开之后再度掀起论战 多数网友都认为抵制特定族群有点太超过了 而老板随后也把文章删除 无独有偶另外一间知名的咖喱店也拔出声明表示 没有义务让大家无限吃到饱 又被网友刷了一心扶贫 让老板相当的无奈